那这些小党它存在大概都是八年左右 那柯文哲未来能不能够突破这八年的魔咒 就要看民众党的努力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算盘打错了 你有14席我有13席 难不成民众党的柯文哲只有七席不分区吗 现在这个算盘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政党认同度 我们一般来讲 大选候选人的票数会超过他的政党票 这个中间的因素非常的复杂 总而言之就是大选的参选人的票数 一定会比他政党票 政党的得票要来得高 蔡英文就是一个例子 马英九也是一个例子 韩国瑜那也也是一个例子 那这些例子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过去曾经发生的选战事务 来分析各个政党的所谓的不分区的得票率 现在国民党预估我有14席 国民党有14席 民进党预估13席 为什么赖清德要提出抢救王毅川 让他进入14席 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 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 国民党的14席跟现行的14席是一模一样 那民进党可能掉个1席 他的政党得票率 得票数可能会掉1席 变成13席 那34席当中扣掉14加13变成了27 34减掉27就是7席 这个跟民众党科文哲的计算模式是没有出入 科文哲认为他可以拿到8到10席 刚开始他认为是6到8席 因为科文哲现在是5席 所以他能够成长3席 随着选举的进程 随着选举的进程 还有加上民众党的努力 科文哲那个时候认为 这已经不算是6到8席的 应该可以到8到10席 那现在他又回过头去 如果你有14席 你有13席 我有14席 国民党的估算方式27席已经出来了 剩下7席 就是民众党跟各个小党之间 那科文哲怎么算都只有7席 这个距离他8到10席 等同是少了7席 比原先预估的6到8席 也少了一些 所以科文哲现在的烦恼 就是说他政党的得票数 或者他的得票率 没有办法去南瓜 所有小党的卷票的话 他大概最多只有7到8席 最多最多7席 从算术上面的算法 为什么民众党的预估8到10席 变成了7席 这3席究竟是不见的 你还是另有原因 让他政党得票数大幅度的减少 你要拿到7席的话 各位看看最多你只有17.5 就是换句话说 你的政党得票率只有17.5% 你才可能拿到7席 如果是20的话 就是8席 超过20的话 就是10席 换句话说 这个算术 大家通通算错 国民党 他是保守估计 因为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 那还可以 民进党就是分赃 但是民众党的不分区 几乎不能看 几乎不能看 就是说这些名单放在这边 都跟选区 选区的发展息息相关 所谓习习相关呢 就是民众党的不分区 如果是7席的话 各位去看看 民众党的产况 就是说毕竟他在2020 已经拿到了5席 增加2席并不维护 但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政党 本来原先运辅10席 会只有7席 而少掉3席 这个中间必然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 民众党就必须要找出来 但是从不分区的选票 各位去看来 去看 不分区的选票是如此的话 我相信柯文哲的选情 不会太好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本来8到10席 本来刚刚开始 三四月间就要6到8席 那随着国民党的内乱 柯文哲一度 预估可以8到10席 那现在8到10席的目标 达不成只有7席的话 就回到了6到8席 回到6到8席的话 就是证明他的政党 得票率不会太高 大概是17.5左右 或者17.3 大概就在这个数字上面 回转 一个政党认同度 17.3对小党来讲的话 算是很多 可是对大党来讲的话 它是影响有些 那国民党自己的预估 大概是14席 跟现在的席次差不多 就是14席而已 国民党认为他的政党 得票数不会成长 而民进党之所以调个一席 就是因为他的政党 不分区的名单是政治分章 那至于说他拿到的是谁的票 时代力量的票 就是时代力量的三席加五席 等于跟民众党的五席 等于八席 换句话说 柯文哲的政党得票率 只能够拿到时代力量的选票 那你就可以说 柯文哲的民众党 只把小党全部干掉 小党就是全部干掉 那你小党就是时代力量 清明党 新党 等这些激进党 等这些 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柯文哲 他当时的乐观的预估 认为先把时代力量的 把时代力量 先吸纳到我的民众党 但是时代力量 现在拒绝跟民众党合作 所以时代力量的票员 应该会完完全全的转到 可能转到 民进党那边去 但是他不分区的席次 会转到柯文哲这边来 就是说当时代力量 成为泡沫化了 时代力量 新党 清明党都泡沫化了以后 这些柯文哲 应该要找这一些 所谓的党主席 好好的商量一下 要不要让选票集中在民众党之下 但是柯文哲现在已经是有心无力 所以我们说各个政党 他算盘他打错的结果 就看得出台湾表面上是三分天下 但是实质上还是染绿对决 谁的气比较长 那这些小党他拖垮的是 哪一个政党的力量 从这次选举大概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更重要的是说 柯文哲乐观的估计 我们只能够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变化赶不上选举的操作 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后果 你有14席 我有13席 然后柯文哲的7席 如果政党票是用这种方式呈现的话 我们只能说 这个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倒退 不会让小党有生存的空间 那这些小党他存在 大概都是八年左右 那柯文哲未来能不能够突破 这八年的魔咒 就要看民众党的努力了 这三年度的努力了 这个是台湾民主义的 有15席 这本身是台湾民主义的 因此是台湾民主义的